我们在1979年 在牛头角创立的 并且在2001年 搬进来现在的游堂校舍 多年来 我们一直秉承 宋圣命都 宗主善群这个校分 实践基督的博爱精神 为学生提供全人教育 啟发学生的潜能 达到治理、治律、治立的宗旨 融入社会、热爱家国和服务社会 我们采用单元教学 因应学生的个别差异 设计教学内容 振进基本知识 独立生活能力 社交技巧和工作技能 为日后的生活 作全面的训练和装备 我们的高中课程 和基础科目互相行接 并延展学生的能力水平 为快将踏入工作新阶段而准备 接着是辅导教学 有研语治疗 个别辅导等等 支援有需要的学生 我们也重视学生的全人发展 会按学生的拿力和兴趣 提供多元化的活动 游戏或者训练 协助学生发展前文 旷阔视野 培养兴趣 建立智律 自信 合群和积极的人生观 我们不断加强学校的设施 除了课室之外 还有电脑室 多感官室 感觉统合室 言语治疗室等等 所有的课室和特别室 都已经安装了投影设施 和无线网络 方便进行教学和电子学习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同学在学校的生活情况 在早上 学生主要由家长接送 自行上学和晨坐校姐上学 在正式上课之前 老师会训练同学自己交功课搜查 之后会点名 协助更换当日的日期和天气资料等等 更加会在主题学习时段里面 介绍简单的英语和普通话 在小识的时候 同学可以尝试唱语 打篮球 阅读图书等等 在学生五线时间 也会训练学生在五线时候 所需的技能和治理 学习用沟通图卡 或者说话表达需要 用线完笔之后 还会拆牙 保持个人卫生 放学之前 老师会训练同学自己收拾书包 整理耀用和尽量纸评 他们带着愉快的心情离开学校 希望透过这套片段 让各位能够对管校园一定的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เบอ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